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九成功等几块碑石 那么随着日益出土文物的增多 有没有发现有新的欧阳荀的字迹呢 正好这一次是想讲一讲这个问题 今天你首先就谈到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提出来很重要 我们知道欧阳荀的中采字帖 小采字帖很多 那里是有很多的违坐 违托 艳品 但在中采字帖当中 发现的艳品很少 或者是起今没诊还没有发现 那么就是说欧阳荀的中采字帖当中 也就是中采的这几块碑石 就刚才你说过的 九成功啊 黄埔淡啊 于公公啊 华渡寺啊 或者是这个后来发现的这个蓝亭记等等 也就是这几块碑石 中采这方面的 后来又发现过他的写的《阴富经》啊 就算现在都在徐州博物馆 是这样 有没有新的出土发现 你谈到这个问题 那么就说 说没有吧 现在存在有争议的一块碑石 而且也是我非常关注的 其实他是在1958年就出土 但是没怎么引起人注意了 因为这当中有经过很多的政治运动 文革的这个这个戒难 到了近些年来 才引起人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这就这个碑石是什么名字呢 其实它是个木质 曾经讲过 啊 碑石呢 这个碑啊 是这个 是在这个地上面的 是碑 在地下面的呢 叫木质啊 不叫木质 其实呢 呃 这是个木质 它是在当初陕西省 寻义县 陕西啊 寻义县 是这个寻啊 寻义县 在陕西寻义县 有这个农民们在打警的时候 哎 在地下发现了这么一个木质 它的这个简称呢 叫窦娘子木质名 或者窦娘子木质啊 就是这个字 窦娘子木质 全称呢 呃 还啰嗦一些 我们简单说吧 叫窦娘子木质 这个发现之后呢 就是农民把它送到了县文化馆吧 然后经过鉴定 就认为这是非常有价值的文物 我们现在啊 呃 就把这个木质的一个 踏片的照片 拿来给大家看 先向大家说一下呢 呃 这个 窦娘子木质 他呢 被大家现在认为是欧阳荀的 新的出土的一种 啊 珍贵的一个作品 是这样认为 但是也有些个 呃 问题呢 现在还没得到最后的 这个结论 我们今天呢 就这个问题呢 做个探讨 呃 这个窦娘子木质的 这个 踏片呢 呃 发表在了去年的书法冲刊上 呃 大概是94期吧 我们现在把这个书法冲刊拿来 给大家看一下 啊 呃 大家看呢 呃 这是这个 在这本冲刊上 发表一篇文章 题目叫欧阳荀晚年书法真品 啊 豆娘子木质简介 啊 大家看呢 这个呃 署名文章呢 是张永超先生 啊 他这上面就谈谈这个呃 豆娘子木质出土的这个过程 然后呢 他就断定为 这是欧阳荀冲写的了 因为标题上已经说得很肯定了 就是欧阳荀晚年书法真品 实际上我们在这方面呢 进行一下呃 看一看呃 考察一下 觉得这里边还有些问题呢 呃 呃 还有一团 有四将来的在进一步的考证 大家看一看 这是这个 背的 是背识的原貌 因为不管是木质啊 还是背识 我们现在习惯于统称叫背识 准确的应该叫背识 大家看一看 这是他的全称啊 叫大唐 看不清楚的书 看不清楚的书不要紧的 一会儿我们还有一个呃 后边的这个踏片的一个呃 放大的一个一个照 那个这个拍照物 让大家再看一看 是这个啊 大家看 为什么称为他窦娘子呢 呃 是尊称 他就叫娘子 而且说他是这个这个平领人啊 等等 这说的是这个呃 文艺内容 实际上这个字迹呢 大家仔细颤一颤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像欧阳勋贤 因此呢 在这个问题上 我和陕西林游县博物馆的一位老朋友 叫魏毅寿 这位老朋友 我到陕西林游县 讲解那个九成功碑文的时候 他给我很多帮助 那么他对这个豆娘子木质呢 也给予很高的一个评价 同时也认为是欧阳勋的笔记 那么我也是非常渴望 见到更多更多欧阳勋的字迹 我难道不高兴吗 但是当我看完这些具体的东西之后 我觉得还有一些疑团 尚未在我脑子里消除 先说字形 这个字形很多的字啊 酷似欧阳勋 真的是这样 非常像非常像 包括写法 包括用笔 结构 章法 整体上说 说是欧阳勋 应该说是没有错误的 但是有一条 就是觉得整体看来 不像欧阳勋 将近八十岁人写的字 显得稚嫩一些 但如果说她是早期之作 似乎又不准 为什么呢 因为考察她的年龄 这个时候她已经七十六岁 那么这个窦娘子呢 她死的时候八十一岁 那么按时间考察呢 欧阳勋那时候是七十六岁 七十六岁写的字 这么样的幼稚 就觉得不大像欧阳勋 若是她早年之作 又觉得时间不对 这是一方面 再有一点呢 就是窦娘子是谁 我没经过考察 她就是唐朝的大将军 陆国公侯军吉的母亲 侯军吉 我们把这个名字写下来啊 侯军吉是谁啊 就是唐朝的 也是个开国冤勋 后来观作的陆国公 三点水 这个道路的陆 陆国公 在当年的侯军吉呢 帮助这个 唐太宗李世民 在宣武政变的时候啊 他这个立了大功劳 后来做了大将军 后来观封了 一直到陆国公 可是呢 后来呢 到了李世民死以后 他又帮助称前太子造反 最后被谋反 知罪被杀掉了 侯军吉 大家爱看演绎小说的人 看到过隋唐演义这本书 就是提到瓦冈寨的三十六游里边 就有侯军吉这个人 把他说成是个丑角 就类似什么朱光祖啊 蒋平这样的一个 飞烟走壁的一个人物 实际上他是个大将军 侯军吉 他的母亲 就是这豆娘子 侯军吉呢 是这豆娘子的第五个儿子 所以按照他的官职 他和欧阳勋同时代 按照他的这种位置来讲 请欧阳勋写字 也没有问题 但是呢 我们又发现一个疑团 那就是到最后 大家看 一直到最后 没有落款 没有落款 结束 就结束到了 千秋万寺 蓝菊 灰音 就结束到这儿 也没有一个撰文者 也没有一个落款者 因此大家现在都是判断 是欧阳勋写的字 那么我们从字迹上 单纯去看 确实酷似欧阳勋 我们在历史上的 其他悲闻当中 也有很多很像欧阳勋 但是像这么像欧阳勋 确实不多见 但是我们仍然在 怀疑有些问题 大家注意看 这里边有这样一句话 就是谈到九成功这个问题 以贞贯六年六月念二日 足于九成功 这是说的窦娘子 那么就是在贞贯六年六月二十二日这天 她死于九成功的 大家注意看 这个成字 写了一个成池的成 成氏的成 实际上大家知道 九成功应该是 没有这个土字旁的 这样写的九成功 和这上面写的 九成功呢 写成这个成字 注意看 写成这个成字 那我们就想到 是欧阳勋比悟吗 不可能 这种字 欧阳勋不会在这里比悟 另外 写完了这个物质之后 一定还有校对 在各方面 有很多的 在审查的时间 那怎么会写成了 这样一个成字呢 于是我们考证吧 是不是这些字通假 就是这个成和那个成 相通呢 也不通 根本不相通 那么为什么写成这个成字呢 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写吗 没有发现 因此这又是一座 遗团 所以我们从这三个方面 看到这座字 比较稚嫩 而且九成功的成字 就写错了 会不会是其他人 是欧阳勋的学生们呢 写的猝似逼笑 这个在对于九成功 不太熟悉情况之下 写错了字 还是这个 豆娘子 在不娶之后 那么 令隔离一段时间 立的碑 这当中出现什么 有一种阴错阳差的事情 我们现在不好去结论 但是就从字体上幼稚 又看到了九成功的成字写错 又没有署名 撰文 作者都没有署名 现在马上下结论 说这就是欧阳勋 最新出土的 珍贵的书法作品 恐怕为时尚早 但是 应该是在书法上 有非常高的价值 这点是没有错误的 特别是 我们设计的另外一个题目 就谈到这本 豆娘子墓志 对于考察欧阳勋的书法 特别在楷书方面 又重大的贡献 有一个很 值得一谈的价值问题 那么关于这个话题 我们留着下一集再谈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每日一字 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个上字 这个上就是上下的上 这个字有两种读音 第一是上 第二种读音 读赏 赏 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三声 在古代的诗词歌赋 文章当中 讲究四声 就是评赏 去入 实际上是五声 五声就是音评 阳评 赏声 去声 入声 五声 那么这个上字呢 读赏 就专门用在赏声 这个时候 就是第三声 赏声 好 我们现在 给大家先用楷书 演示一下 这个字的写法 这是个上字的基本写法 我们再写一遍 给大家看 注意笔顺 先写上面的一短横 然后写一竖 最后写这长横 大家要注意什么呢 这个字啊 别看点话很少 但是它很讲究 笔顺 刚才说过了 短横 竖笔 长横 这无关是楷书 还是行书 这都是应该是这样一个笔顺 草书例外啊 再看一下这个结构特点啊 这个竖笔和横画之间 竖笔并不取中 这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竖笔并不取中 再看 横 竖 在写这竖笔的时候 注意看什么呢 下边这一横 左边短 右边长 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到这儿 是这样一个距离 这边到这儿呢 是这样一个距离 这明显就看出来 这段之间并不相当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右边的上方 还有一只短的横 如果完全把它取中的话 右边就偏重 所以 楷书 要求 它在 重量 相等 一个字 叫稳定 所以 它称其别楷书 那么到青草书 就不再讲了这些 在楷书当中 特别要注意这个问题 这是要注意的 另外呢 就这个竖笔啊 这个字的竖笔 应该是这个竖笔 而不是底下的长横 大家看 这是个虚横 大家注意 齐笔说 不要用太大的力量 收笔说 给一点劲 竖笔是竖笔 注意看 这个竖笔写的时候 不要把波折写太大 就说这样 比如说 这不好 就这个波折太大了 应该注意 是这样 上面基本上 像是平的 稍稍写一点 因此向大家说呢 竖笔是竖笔 然后这个横画 也需要有力量 但是这个力量 不应该超过中数 行得住 就可以了 这是 要讲解这个上字 别看点画少 且有相当大的难度 而且底下这些横要平 我已经说过多少次 长横在上方的时候 需要平 在下方也需要平 在短横当中 上方的横画 需要倾斜一点 向右边抗肩 这是通常的 个别字笔 我们将来再详细 加以讲息 写这个上字呢 还有一种写法 就这一笔啊 第一笔 它用的是个条笔 注意看 这样 然后第二笔 这样过来 下面都相同 但这第一笔 是用条笔 大家看 欧阳荀在九成功 李全民碑上 他就是用了 这两种写法 有的就是一短横 有的就是 往上 写条一笔 实际上 有点像策法 策法就是我们 讲有字八法当中的 这个字 策 策法 好的 我们再给大家 演示一遍 后边这个写法 注意这笔 起的时候 不要荒腐 不要这样起 这就不好 就太草率了 但是最后 笔尖一定要挑起来 如果一直送到尾 就显得这个字啊 过于将死 怎么叫送到尾呢 就是说 有的人讲究 说这一笔 一直到最后 是这样 这就不好 这显得这个尾部啊 它没有飘扬感 所以这要适中 这是一个正确的写法 关于上字的采书 先介绍这么多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字的行书写法 行书看来比较简单 但它需要味道 笔顺也是这样 上起 看 不管这个地方 是不是连上 还说没有连上 就挑了一下 但是要看得出来 这个笔顺是这样过来 所以大家要知道 在上字的正确笔顺 是应该这样写的 但是除此之外 难道古人没有这样写的吗 先写一竖笔 再写这个 有没有呢 极少极少 有 有这样写的 但我们应该说 这样写不讲究 在古人那里 我们评价他们的优劣的时候 也感到 第一种写法 这样写 是比较美的 就是这样 这样写 在写完这个字的时候 上面这两笔 注意看 这两笔 写完之后 到这儿 这个中间有一点断裂 就是这个树笔 没有直接挨上这一横 不是这样过来的 不是这样 这样显得死板 不灵活 所以往往 千人们 把这个字 研究得很筋道 所以觉得 觉得它很有飘扬感 也非常的轻松 自然 所以在这点上 希望朋友们能掌握 好的 我们下面介绍一下 这个字的草书写法 这个上次的草书写法 非常非常的简单 简单到什么程度呢 就点了三个点 这就是上 再写慢一点 这样写 偶然还见到这样写的 底下写了一小短横 实际上代表了 这上面是一竖 左边一小短片 然后写了一横 这是草书的写法 这是上次 再看一下 甚至点三个点 这样 这个上次在 传书当中的时候呢 大家应该有一点常识 就是他经常写的这样 就是上 就是一竖 然后在这边写一横 这就是上 还有的呢 这个传书当中呢 就上面写一个短横 下边呢 写一个长横 这就是上 有朋友说 这不是二字吗 上面一短横 下面一长一横 二呢 在传书当中呢 在写二字的时候 这两横是一样长的 一样长 所以这样也二 如果下面这个短的话 那么这就是下 上下的下 所以这是上 这是二 上面是下 我们在后面的节目当中 在向大家专门讲解 这是下字的时候 再具体说 所以在传书当中 这些写法呢 大家明白一点 这个字的来源 会对你的楷书 杏书草书 都是有帮助的 当然 转立呢 这二者 他们跟凯兴草 不属于一个系统 在用笔方面 笔顺方面等等 都有别于 楷书杏书草书 尽管楷书杏书草书 在解体上 点画上 也各有不同 然而 他们却是一家人 好的 今天关于上字的 凯兴草三种写法 暂时向大家介绍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